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中的表哥 到 台南的表哥 到 台中的表哥 到 通通都到齊了 全台灣的表哥 通通到齊了 因為今天6278的台表哥 再創新高了 佛麗 初青 初青了 恭喜發財了 各位表哥們都賺到了 還記得在昨天吧 老師還直接地跟各位報告 我說這兩個禮拜以來大盤外面是 戚風苦雨 戚風苦雨 哀鴻遍遠 哀鴻遍遠 動盪不安的兩個禮拜 是的 大盤從111867 跌到了昨天 大跌了497點 大概是500點的行情 今天底部 今天低點來到10669 已經大跌了517點的行情了 當然這兩個禮拜以來 霍麗三兄弟 包含了2425的陳啟 2442的新美琦 6278的台表哥 到昨天老師有沒有都在節目 直接地跟各位來做報告 我説2442的新美琦 2425的陳啟 我全國所有會員都已經 霍麗出青了 出青了 是的 各位今天大盤開始反彈了 有耶 你有沒有覺得好奇怪 怎麼昨天還非常強勢的2425的 陳啟 陳啟 對 今天是亮燈 跌停板 跌停板的 趴在地板上 老師會不會等到股票跌停板以後 才跟你說 才跟你說 啊其實我們 陳啟我們早就已經賣掉了 早就賣掉了 不會吧 不做這種事 昨天還在大漲 對呀 還差一點創新高耶 是的 我說我老師都是 就是非常不會做生意的人 嗯 老實人 對 我要跟你講 美琦獲利出青 對 陳啟獲利出青 只剩下一檔叫做6278的台表哥 獲利三兄弟裡面只剩下這一檔了 嗯 今天台表哥 對 對 是的 你看今天陳啟有創新高嗎 沒有啊 今天是跌停板的啊 新美琦有在創新高嗎 沒有啊他昨天跌停啊 但是我們的表哥 哎 今天早盤再創新高 差一毛錢來到36塊啦 哎 從28塊 29塊 嗯 到今天也來到了 35.9 35塊9了 雖然沒有辦法像之前一樣的矽晶圓 像被動元件幫大家創造倍數的獲利 但是我覺得在這動盪的兩個禮拜的時間 他的表現已經算是相當可圈可點啦 怎麼樣幫各位的損失極小化 把獲利 極大化 嗯 可以發揮到最大的極致 是 我想這就是身為一個專業的投資顧問 嗯 能夠幫助到大家的 沒錯 老師那我現在要請教您了 哎 哎 既然老師獲利三兄弟已經全部完全出清了 今天大盤反彈的時刻 老師 我看到今天盤面上他主掌的 應該說是跌身反彈股吧 被動元件 錫金元 都算是跌身反彈股吧 老師 現在可以賺 反彈嗎 哎 可以 搶反彈嗎 主持人問的這個題目啊 是大家最關心的 非常的專業 而且剛才主持人一次就點到了大家最大的問題 對啊 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搶反彈 大家都在想 當然不行 那不然呢 那你說老師 那要怎麼做 對啊 那現在到底接下來要怎麼轉 這裡要 轉反彈 掌聲鼓勵 實實在在地轉進來 差一個字 差非常多 當然 很多人都說搶反彈搶反彈 為什麼不用賺反彈的觀念呢 對啊 我們就是要扎扎實實的賺 老師你說搶反彈跟賺反彈 有什麼不一樣 搶反彈什麼意思 看股票跌多了 聽手看嗎 對啊 好像搶銀行一樣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搶起來提心吊膽的嘛 對不對 賺反彈什麼意思 啊 搶反彈 搶反彈你是認為 這個地方我就買買看 試試看 有賺最好 賠錢那就算了 就當作賭運氣了 對 這就是搶反彈的心態 賭一把 那賺反彈呢 我是心中有一些把握的 你是事先做好你的規劃 對 譬如說現在我設定了5個百分點 10個百分點的停損的價格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去做買進 不是去單純的碰運氣 前提是你要夠了解這樣的股性 這樣的架構 是 我舉一檔最實在的例子好了 好啊 3176的 基亞 基亞記錄保持人就在本節目 全國基亞記錄保持人剛好在這個地方 和基亞 各位最近基亞長了5根 長停板啊 長停板 哎呦又變全市場的焦點了 你可以在市場上發掘很多的神經病 又跑出來了 怎麼說呢 怎麼說 為什麼是神經病 今天禮拜二嘛 基亞掌停嘛 對啊 昨天基亞掌停嘛 對啊 上個禮拜五掌停嘛 是啊 很多人告訴你 他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三 他就跟你講過基亞 資料送過基亞 資料有送過基亞 對 演講會有 推薦過基亞 推薦過基亞 是有 嗯哼 然後恭喜到現在五天五根 掌停板 神經病 神經病啊 你有沒有發覺很好玩的是沒有一個人敢像我們一樣請全國所有會員 所有會員做賺證 是的 我說3176基亞從當初60塊帶各位賺到447塊 我全國會員就是這樣在操作的 是啊 2014年的6月10號基亞掌停447 我說我掌停板獲利出新 有的 歡迎各位去調我的節目帶出來看 到目前為止基亞記錄保持人就是何天王了 那個時候我在全國的包含了華人商業台 包含了中華的財經 包含了環球 環球電視台等等 包含了震生廣播 新農廣播 快樂廣播 震生廣播 震農廣播 震煩不幾輩子 騙不了人的啦 因為那個時候基亞 各位你還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大家上看基亞上看一千 有啊 賺到瘋狂啦 哇那個時候好多什麼生技小王子 生技小公主 全部都跑出來了 我還在基亞解盲的 前幾天吧 就是那個禮拜五 基亞是禮拜一公布解盲 就是在週末的時候會公布解盲 是 我在七月二十三號解盲前告訴你 我說你千千萬萬 記得 記得千萬不要去賭解盲 嗯 我說你一定要跟我一樣把基亞賣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沒錯 那個時候我賣四百四十七 有 基亞最高是四百八十六 我還少賺了三十九塊 嗯 我們賣全國會員都賣四百四十七塊 有的啊 全國會員可以出來做轉證 還記得吧 有的 結果話講完 嗯 隔兩天 嗯 基亞開始連續二十三根的 疊停板 疊停板 你沒聽錯 然後疊到 嗯 今天我算今天掌停板好了啦 嗯 三十九塊六五 嘿嘿嘿嘿嘿嘿 我的老天兒啊 一個零怎麼不見了 各位如果基亞從明天開始掌停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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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幾萬兆啦 幾萬兆的股票 你還記得吧 所以我就說了 現在GIA漲上來 成交量起漲當天 成交量是1000張 當天的收盤價 漲停是27塊 27乘以1000張 就等於當天的成交的市值 只有2700萬 我就很好奇了 老師可能一個會員就給他買完了 只有2700萬的 資金買得到GIA 為什麼全國有那麼多人在講GIA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永遠在賺錢的都是你沒有 聽過的层級會員 不然就跟你玩文字遊戲 有講過有送過有推薦 過GIA 資料送過嘛 你如果是 跟隨著那樣的人的話 那你就會知道原來實在講 實在做 實在做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重要的 再拉回來了 今天大盤上漲了 26點 26點 OTC的指數 漲了將近一個 百分點 百分點 0.7%嘛 大家現在最想問的是 今天漲的叫做跌升 反彈股 反彈的股票 矽晶圓啊 你看昨天多慘 趴在地板上 環球晶啊 台勝科啊 全部都躺在地板上躺平的 是的 我告訴各位 這邊怎麼樣的 來賺反彈 來賺反彈 好啊 所以你說現在的 被動元件可不可以買 嗯 繼去年的11月 當時的國巨在250塊 嗯 當時的 3026的 核生堂 核生堂 要賺核生堂 先找核生堂 先找核生堂 有 那個時候的核生堂 在60幾塊 我跟你說 被動元件的大買點到了 嗯 這個地方被動元件 要大漲 後來被動元件 有沒有狂標 當然 有啊 核生堂 從60幾塊漲到300塊 嗯 國巨從250塊漲到破1000塊 1300塊 對 我在1000塊的時候告訴你 國巨要賣了 嗯 他完成了18年前 嗯 核生堂的未進 之工 嗯 你還記不記得 有 結果被動元件一路的崩跌 嗯 跌到8月14號 國巨跌破600 嗯 我說這個地方 買點又到了 嗯 嗯 過兩個禮拜 漲了超過七 漲超過700塊錢 有 其他來到709呢 對 從590幾塊 漲到了709塊 對 我說去頭去尾 這個地方 嗯 你要賣了 嗯 雖然很難做到各位的生意 但是 嗯 我只能跟你講 專業的話 嗯 對不對 我告訴你被動元件這個地方要賣了 對 要賣了 嗯 要賣了 講三遍因為很重要 結果不小心 又被老師講中了 哈哈 差一點讓你賣在最高點 最高點是8月30號 大概國巨差了3塊錢 嗯 2492的華星科 嗯 差了我看看 8月28號華星科是317.5 最高是319.5 讓你少賺2塊錢 嗯 國巨少讓你賺3塊 華星科也少讓你賺2塊 都可以吧 你賺了100塊 然後少賺3塊 可以了 就現在 嗯 華星科又跌回來了 嗯 又跌破250塊了 是 現在的2327的國巨 也離500塊 嗯 最低是515塊錢 對 也相去不願意 對 我認為這個地方被動元件的買點 欸 又到了 老師清楚明白直接告訴你 然後你把它記下來 夠清楚了吧 很明白 很多人 我說你現在千萬不要用本益比的角度 嗯 去衡量被動元件 對 那樣你會輸死的 老師又給了你全新的觀念 告訴你要用景氣循環果的操作邏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華星科公布了七八月份的獲利 嗯 兩個月賺了12塊 賺贏上半年 嗯 本益比有夠低的低 嗯 今天怎麼會收在平盤 嗯 那大凡今天反彈 那被動元件 是不是反彈的力道有限 嗯 融資減肥的幅度不夠 嗯 我說這就是一般投資朋友 最容易陷入的苛舊 嗯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資減 眷增 對 但對籌碼來講是好的 好的 對 因為融資減少 嗯 融眷增加 當然要配合股價上漲 那我這樣問各位好了 嗯 那融資大增 好還是不好 融資大增是不好的 嗯 為什麼 因為都是散戶在買嘛 那所以你要去分辨的是 到底大增的這些籌碼 嗯 是法人去買的 法人會不會用融資買 會 哦會喔 會 一般人認為不會 嗯 會 因為他用的不是他自己的戶頭 哦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原來是 那要怎麼分辨 嗯 那這個就沒辦法告訴你了 嗯 所以我只能跟你很 我直接都把答案 都給了你了 是 什麼時候是買點 什麼時候是賣點 嗯 我認為現在華星科已經正式的腰斬過後 今天又跌破了250塊的價格來看 嗯 這個地方絕對是你賺反彈 非常好的機會 哦 同理可證 國際也是這樣 老師那矽晶圓呢 嗯 今天六四八八的環球晶 正式的 嗯 跌破了 嗯 300塊錢 是 我想很多人都停損在最沒有Dignity耶 沒有尊嚴的地方 收窄了啦 對啊 尤其是你從六百二 六百塊 五百八 五百五 五百三 五百塊 四百八 四百五 四百三百三百五 買下來的好朋友 嗯 當然你現在 嗯 對你講這個已經沒用了 對啊 因為你之前都不聽我們的話嘛 對 九十七塊叫你買的時候你不買嘛 五百八叫你賣的時候你不賣嘛 嗯 然後你永遠都在做疼豆病的話 那老師也幫不了你 嗯 那如果你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聽眾 是 當然而來你對於六四八八的環球晶 可是熟悉的呢 欸欸欸欸 賺的可是過癮的 也是賺的盆滿 波滿的呢 波波也滿的 是的 因為當初九十八塊的環球晶 嗯 三十六塊的台聖科 是 二十三塊的 六一八二的 合金 有的 你都跟我全國會員重壓的非常愉快 賺的非常舒服 還有今年五月份 欸 三零一六的 加薪加薪再加薪 從你月薪三萬八 幫你加到 三十八塊 幫你加到年薪破百萬 就是一個月破九萬塊的收入 呦 還記不記得 還記得齁 快來到百元之前 老師還記得請你 要記得換工作換投入 欸對 然後後來加薪又跌到六十六塊 老師要幫你加年總獎金 一八六六去嘛 跌到六十六塊七 對 我還說這個地方趕快再買喔 我全國會員又買進了喔 後來有沒有讓你賣再將近七十七塊 有啊 有吧 現在加薪又跌回來 五十一塊錢 是的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被動元件也好 不管是矽晶元也罷 自然而然的 只要你在之前累積的 是滿滿的獲利 是 你這個地方能不能賺反彈 當然行 當然可以 對啊 你如果只是用那種一和團式的買法 賭一下 破六百也買 破五百也買 破四百也買 我跟你講你現在 沒錢沒膽什麼都沒有了 沒錢了 也沒膽了 對啦 你怎麼賺反彈 你永遠 你之前是不是都在搶反彈 搶了半天到現在 四大街空吧 就像法谷山的壯中一樣 空空空空 兩手空空 荷包空空 口袋空空 全都空 對吧 乾淨的跟一張白紙一樣 別這樣嘛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跟著我們一起賺反彈 不就是如此嗎 是 那只要你一直秉持著這種 有買有賣的方式 掌握第一手產業的方式 對 不然你看全國哪一個人敢說 他是31G6GR的紀錄保持人 嗯 這幾天我跟你講啦 這幾天講GR的人 嗯 我說實在的啦 嗯 各位你可以去聽一下 2014年的節目 四年前的節目 大概也是七月份 離現在剛好 差不多六七月那個時候 四年又兩個月前 對 那時候多少人 嗯嗯 在GR解盲前 嗯 叫你拼命的買 帶你去堆 然後GR疊了23根跌停板以後 嗯 生技小公主也消失了 嗯 生技小王子也消失了 對啊 買在700多塊4174的浩鼎 也消失了啦 是喔 我不跟你講浩鼎 現在沒人講了啦 都忘了齁 各位浩鼎 嗯 我叫你賣741塊 對啊 最高755啦 有 你看一下今天4174的浩鼎 存多少 存118 嗯 各位我不講你不知道欸 嗯 今天4174的浩鼎 真是破底了 歷史 最低點啊 最低欸 你沒聽錯啊 剩下6分之1的股價欸 對 不到欸 不到6分 我算了個6424 62024 744 哦 741 將近6分之1 對 我741叫你賣 對啊 744你除以6剛好是124 嗯 大概差3塊錢啊 嗯 來到剩下6分之1啊 你看看 嗯 現在有沒有人跟你講4174的浩鼎 肯定沒有 沒有 現在都在講3176的基亞 基亞 因為基亞強啊 他就在挑戰你的記憶力 對啊 現在講基亞的人 嗯 有多少是四年前在四百多塊 同樣在講基亞 同樣是那一批人 嗯 叫你去哪裡啦 我不要點名了啦 嗯 點名就不好意思了啦 但是很少投資朋友 嗯 他有辦法記憶記這麼樣的 嗯 清楚的 是 就像震生 我拿震生廣播電台做例子 嗯 你知不知道我上下節目 換了幾個人去了 哈哈哈 真的 這10年來 你知不知道我上下節目 嗯 已經換了幾批人去了 是啊 能夠始終毅力不咬 在這個節目 在這個時段的 真的只有和天網了 當然啦 還是謝謝大家的 嗯 肯定與支持啦 支持啦 是啊 所以我們的操作也是如此 沒錯 而且今天包含了 嗯 你有沒有發覺今天 漲的跌升反彈的股票 嗯 大部分都是高價股 欸 3406 金光閃閃的 合金光的玉金光 全國會員十進十出 嗯 上最後一趟賣在525塊 有 今天是357塊 對 盤中來到300 60塊最高 60塊 嗯 盤中最低點還來到335 將近已經跌了整整200塊錢 嗯 嗯 190塊了 欸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玉金光可不可以賺反彈 對啊 可以賺嗎 當然可以啊 喔 那也要怎麼賺 欸 跟上合金光啦 你如果願意自己操作 就自己操作 那你如果願意跟著我們操作 那老師當然 是張開著雙倍 歡迎著各位 歡迎著大家 嗯 就在9月的中下旬 與法人同行吧 一起來吧 那節目回來為各位做最後的總結 好的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精彩節目開始囉 最後一分鐘有請和天王為我們做個總結吧 所以今天我給各位的方向非常非常的 清楚 清楚跟明白吧 對 就是來賺反彈 是的 你看包含3406的玉金光 300多塊的股票 對 今天大漲 21塊錢 包含了6488的環球金 今天跌破300以後 嗯 有反彈囉 尾盤收在314塊錢 對 2327的國序 超過500塊的股票 今天漲了2.6個 百分點 百分點 只有2492的華星科 發表了利多之下 今天的股價收在平盤 嗯 所以你要去看的是他現在的籌碼 到底是不是 主力 嗯 是不是有資金的人 是不是有法人 嗯 用不同的方式 在買進他的籌碼 哦 這才是關鍵 想知道好買點的 自己就打個電話進來吧 好的 老師也希望幫助到最多的 投資好朋友 投資好朋友 一起與我們與法人 同行吧 同行吧 鑽石線上實在 鑽幸福 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 廣告 0266303201 66303201 大盤指數在 終結了連四黑之後 今天 由跌升反彈股 跌升反彈的族群 帶領著大盤 向上做反彈表現 中場上漲了26點 投資朋友現在最關心 最想知道的是 何電網究竟接下來 該怎麼賺 剛剛在上半段節目當中 何老師也直接公開的告訴各位 現在是賺反彈的時機 要怎麼賺 跌升反彈的矽晶炎 被動元件 何電網直接斬定截鐵 清楚明白告訴你咯 買點到了 想知道 想知道買點如何做掌握 想知道要如何切入 要如何賺反彈的好朋友 想跟著和天網一起 與法人同行的好朋友 今天給自己一次機會 起義來歸與法人同行吧 0266303201 66303201 一 華冠頭顧登記104金館 正字第009號 指定公開 最終的 帶來的 都讓我回來了 明天